手没接的话怎么办 我们是这样远 我们是这样远 我刚才讲了 你要用按腿 必须让别人看不到你的腿 为什么会看不到 这么远它会看到我全身 为什么它会看不到我腿 是不是 所以当我要上去的时候 我如果还是要用这个腿 去踩它那个腿 所以当我上去的时候 你要在这边 我如果是用这个腿 我是用这个腿 这个腿踩那个腿 我要用这个 用这样的布 所以进去踩这个 这个布 这样的布 要巧 也是一样这么远 是不是 这么远我要巧 巧那个腿 还是一样 上一步 他换了是不是 换了 你要换 你要在这里换 你换的那一瞬间 又缩短距离 又缩短距离 对 我不是很老师 你知道是这样 垫一步的 垫一步 垫一步 我如果要变 变 变方向的话 我要变 变方向 我本来是这样进 对 是不是 我要变方向 当我这样进的时候 变成这样子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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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没懂 好 好 可是老师你也在看我 你余光也没有瞄下 你不能看腿 那老师怎么知道 要去变成 因为你要看是这样子啊 当我们看一个人的时候 当我们对 对看一个人的时候 你不是盯着哪看 不是盯着尖 盯着眼睛 不是 你是 全都要看 看到 知道吗 你的视线是这个样子 这个样子 所以当我在进来的时候 视线还是 还是 还是 还是这个样子 我的眼睛是看 看他 可是我可以看到他脚 这样没懂 好 所以 不是盯着尖看 不是盯着尖 不是盯着眼 都 都 都不是 打斗看人要这样看 要这样看 这样一个面 这样不懂 都要摄入 因为武术 武术不是要看清楚 武术在看人 不是要看清楚 你这边有一个八 这有一颗字 我们不是看这个 武术看人是看动态 懂得吗 是看动态 不是看清楚 我对他 这边有一个人 我不用看清楚他 可是当他动 动的时候 当他动 你动 我知道他动 就够了 这样不懂 这样不懂 所以武术的视线是这样的视线 掌握动态就好 这样不懂 不要盯着看 其实心情也是要放松 你才能做 心情也要放松 你才能做这种事情 对啦 就是要习 习惯了 对 那一定 一定 可以 谢谢大家